好 那 大家已经都连上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来下我们的第一个 这个SQL的这个指令了 好 所以我们也怎么样 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到这个画面 那我们一起来下一个 第一个指令 第一个指令是什么 第一个指令是这个 第一个指令叫做show show databases 也就是说我们先让你知道 我们在这个DB上面帮你建了 哪些的database 其实我们只帮大家放了一个 就是world 其他的是系统预设帮大家放的 但我们还是来使用它一下 所以你就在这里 在这个画面 它一开始就会帮你开一个 这个query的一个视窗出来 OK 好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边打 大小写就没有差 你可以打show 然后什么 data basis 你记得要打复数 就是databases 就是复数 因为我们的一个 这个怎么讲 我们的一个instance里面可能有不止一个database 然后一个database里面可能又不止一个table 它有点类似像这种概念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在这一行的后面怎么样 放一个分号 放一个分号的意思就是告诉它说 这是一个段落 就是一个指定的段落这样子 那你在后面按什么 你在后面按这个闪电 它就是告诉你说 它会执行这个 你选取起来的这个script 所以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句话 所以我们也不用把它select起来 所以我们不需要把它反白 就可以run它 那我们就执行这个闪电 执行这个闪电之后 你就会看到它跳出好多个这个database的name 像这个画面这样子来说 上面这里是什么 上面这里是你送给这个database的query 查询 下面这个是什么 下面这个回传回来的是你这个query的result 它是以什么 它是以一个table的方式来输出的 所以你看这个table它有什么 它有12345 它有六个roll 然后什么一个column 那这个column是什么名字 这个column名字叫database 它就是告诉你说 你现在存在的这个环境 在这个awks上面有几个这个database 那我有说过嘛 我们帮大家做的是world的这一个database而已 其他的那个都是它系统内建的 就预设会帮你卷出来的database 那在这个课程里面 你们不需要去care它的作用是什么 好那show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来use一下这个database 就是你先show你的database 接下来你来use其中的一个database 那我们刚刚有说过 我们就是用world的这一个db 所以你就怎么样 你就下useworld 这个你要打得跟这个一模一样 就是在这个database里面 有一个database的名称叫做什么 叫做world 所以我们有一个database的名称叫world 好那你use这个world 你use这个world的指令下出去之后 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就是输出 你有没有发现 你刚show之后会有一个输出 但是你执行use use某一个database之后 它不会有输出 原因是因为 这个动作它没有一个output 就是它只是告诉这个db说 我现在要使用的table是怎么样 是在world这个database底下的table 那你进来了这个db之后 你就可以怎么样 你就可以show tables 那show tables顾名思义就一定会有什么 就一定会有这个output出来 因为你要知道说 这个db里面有哪一些表格存在在这个里面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执行show tables OK 那你看了这个show tables 你就会发现什么 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我在这个world的这个db底下 放了什么 放了三个table 放了三个table 一个table叫做什么 一个table叫city 城市 一个table叫country 然后国家 然后什么country language 它就是关于这个 反正城市的资讯 国家的资讯 跟什么 跟这个 这个国家 说什么语言的这个 这个资讯 OK 所以这里 你可以知道 大家知道说 我们这个阶层的关系是 db的system 资料库系统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采用不同的资料库系统 它是什么最上面的这个一段 所以你先选资料库系统 你要选开源的呢 还是商业的 当然我们一定是选开源的 因为我们是个人使用者嘛 我们付不起商业用的价格 好 那选好了之后呢 我们选 比如说你看我们选的就是mysequel 那我接下来的资料库 我在这个mysequel里面 我建了一个资料库叫做什么 叫做world 这个资料库 那有了这个world的这个资料库之后呢 我在里面怎么样 存放了什么 三个表格 一个表格叫做 一个表格叫city 一个表格叫做什么 叫country 然后一个表格叫做什么 叫做country language 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阶层的关系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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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你们如果会接触到的状态的话 你们应该可以接触到公司很多的资料库 那你们公司一定会在他们的DB里面 放了很多类型的资料库 可能一个资料库叫做什么 叫做 我不知道 Operation Transaction Customer 不知道 等等 那每一个table里面又会有 每一个资料库里面又会有什么 又会有属于这一个 Diabase里面的 比如说Customer的这个 Diabase里面就会有Customer的资料 Transaction里面就会有交易的资料 然后Operation那边就会有什么 就是营运上面的资料 OK 所以会这样子分门别类帮你放好 所以你通常你会有什么 通常你会有 有不同的权限被授予 比如说你是一个使用者 你可能可以去读取这个table 但是你不能怎么样 你不能去更改这个table 你也不能去怎么样 删除这个table 通常是这样子 那你可能怎么样 可能因为那个的关系 可能因为部门分成负责的关系 你可能看不到某一些table 那些table可能是其他部门的人才可以access的 所以你大概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分 OK 那show跟use完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教大家用这个基础的这个SQL的查询 就是我们假设大家都只需要查询而已 所以我们这边就只放了查询的语法 就是我们假设大家 还不需要去create或者是update你的table 但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会知道了就是他的语法大概是怎么写之后 create跟update那些语法其实也不难 就是你很快就可以学会 假如你的权限之后有变大的话 你可以去新增一个你要的table 你可以去更改一个已经存在的table 那你可以怎么样就是droptable 然后这样子把table就丢掉 都可以做到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里先跟大家提 就是先讲一个大概啦 就是一个典型的SQL的查询 它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它的结构大概就是你先select 这是第一个这个 这么讲 这是第一个这个语法 就是你要开头大概就是一个select 这是一个查询的起头 那接下来你会搭配一个叫做from 这样子的一个语句 也就是说你要告诉db说 你选的这些东西啊 你select的这些东西 它是从哪里选出来的 from 所以from后面会接一些东西这样子 OK 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where 这样子的一个叙述 where也就是说 你select这些东西之后 你可能希望有一些条件 OK 那我们今天大概就是先教大家selectfrom 跟什么 跟这个where 就先这样子 那后面那三个我们就明天再讲 就明天再讲 OK 好 好 那你可以先先试着run run看任意 你可以run上面这一个跟下面这个 那因为我们刚刚已经use过world 所以你可以直接对这个country做select 好 那我们第一个教大家的写法是select信号 select信号 信号的意思就是所有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先把country这个table怎么样 里面所有的栏位 里面所有的栏位 信号是指所有的栏位的意思 我们先把里面所有的这些栏位 跟什么 跟它的这个资料 都先把它select出来看一下 OK 所以你可以来到什么 来到我们这个 买sql world bench 然后跟我一样下什么select 其实你现在选哪一个都可以 我的意思是说from后面 from后面你要接world打什么country 或者直接打country都可以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country 前面加一个world点吗 这个东西是说在刚刚的我说过 就是你可以查询的table 可能有很多 那你要先告诉就是db说你的这个table 是位于什么 位于哪一个db的位置吗 万一说好巧不巧你这两个table 名称一样 但是它是放在什么 两个不一样的diabase底下 那你送这个from的query出去之后 你要怎么样让mysql知道 他要丢哪张table回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可能就需要去指定 指定你这个database的名称 那因为我们现在怎么样 我们因为run了useworld 所以我们现在选的table 基本上都是被预设成为是什么 是在world底下的table ok 所以 不过我也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养成习惯 就是把db的名称就是写在前面是一个蛮好的习惯 那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先来run我们第一个query 可以 那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from前面加一个这个tab键 你可以把它缩排 没什么 不一定要缩排 但是就是你可以让它解构看起来再明朗一点 select all from什么world country 那你就怎么样 你把这一段框起来 你就框起来这段 然后怎么样 按这个执行 好 它底下就会怎么样 它底下就会抛出这些国家的资讯 ok 那你可以左右动一动啊 看它有什么 看它有哪一些的colum ok 看它有哪一些colum 然后每一个row是什么 是一个国家 然后哪一些colum ok 我看看一起看看 好 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什么 你可以在你的这个query里面 写上注解 写上注解的方式就是像我这样子 你用一个反斜线 然后两个然后两个星号 再加上一个反斜线 然后怎么样 然后把你希望写的注解写在里面 那我们在这里就写什么注解呢 我们就写说 我们就写 把country表格全部选取出来 ok 所以你看到如果我现在run的时候 我有run到这一段注解 就是还是会成功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注解里面你写什么话 都不会怎么样 都不会被丢到query里面去执行 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你可以写任何的白话 在注解里面 把country表格全部选取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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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